1500多人刚柔并济 以肢体之美诠释法入心 而演艺志工里一大部分 都已经中高龄 坚定毅力让人动容 那个动作还有那个整 他们在移位转位 还有当在讲我愿意那种 那种气势 真的是会一直感动 对上任的法 还有对他们的付出这种 然后之后 这些法就用在 每天的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我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人间的祥照 以前我们新北市的卫生局局长林雪荣 因为他本身是中裁禅士 他看了之后 他说他从头看到我也好多掉眼泪 昨天下午那一场 他说晚上他那一场 他还要再看影片 整场三小时的内容 其中此季在印尼洪溪河的故事 述说更完整 红西河有一段 很脏 很金垃圾 它本来有七米多深 本首一直累积累积 累积到 本首正在水面 生活汽水 饮用的水 洗的也在那里 历史冲突累积加剧社会不安 当时一位印尼实业家 黄毅聪来拜见上人 上人 印尼社会动荡不安 我该怎么面对 唯有爱能消弭灾难 抚平伤痕 他回去了 整个红西河清 他自己本身 那一年他也八十多岁 我真的是很感动 这就是印尼菩萨 你们有心痛吗 非常震撼 尤其是看到这个 我爸爸的父母 有点激动 他们在那边上 上个小时 而且在喊 我愿意 做就对了 这个就是 这个我们 三人 给我们的精神 看到了此几的人文 跟此几的坟在那边 这个影带呢 我们会带回去 跟印尼的 师兄师姐 大家来分享 他们的爱不是 心情那个 有利益 对我有利益 我才要做 不是 他们都是 利益社会人群 这就是权力 真正地改善了 很多人的生活 大爱新闻 林一婷 田志忠 台北报导 这一样 我来说 我来说